Hello,大家好,我是Tony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人类的科学领域见证了很多突破与发现 在这些基础之上 2024年也注定将成为科技发展飞速的一年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 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科学突破方向 第一个就是mRNA疫苗的运用 这几年我们被新冠疫情折腾得够呛 整个世界都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发生了许多变化 最终基于mRNA技术的新冠疫苗 让我们慢慢的走出了疫情 这项技术也获得了全球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 科学家们就已经开发出了体外转路的方法 不用细胞就可以产生mRNA 不过后来更多的实验 发现这种体外转路的mRNA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还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认为是外来的入侵者 从而激发炎症来消灭它们 2005年 美国科学家考里科和韦斯曼 发现对mRNA进行剪辑修饰之后 它们就能够成功躲过人类的核酸识别和严正反应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两种带有新冠病毒表面蛋白带mRNA疫苗 以创纪录的速度开发了出来 这些mRNA进入人体之后 会指挥细胞产生新冠病毒的一小部分 让人体的免疫系统认识它 形成免疫 新冠疫苗的研发离不开考里科和韦斯曼的研究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2023年的诺贝尔奖 新冠病毒现在仍然是全球人类的一个健康威胁 为了对付新的变异毒株 美国政府正在资助三种下一代新冠疫苗的试验 其中一种就是新型mRNA疫苗 随着mRNA技术在新冠疫苗上取得的成功 世界多家医药公司已经将这种技术 放在人类更为关心的疾病 就比如肿瘤性、遗传性和免疫性疾病上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突破 说完mRNA 我们下面聊第二大突破方向 CRISPR基因剪刀 2023年11月 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CRISPR基因编辑疗法 给予监管批准的国家 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 首次批准了一款基因编辑治疗药物CasGV 这种新药是专门用来治疗联状细胞病和βD中海贫血症的 美国FDA也在12月份批准了这款药在美国上市 这两种疾病都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 而CasGV的作用就是改善患者骨髓干细胞中的问题基因 使人体能够自己制造出正常功能的血红蛋白 医生先从患者的骨髓中提取干细胞 然后在实验室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修复基因 然后把编辑后的细胞再输回到病人的体内 不久之后病人就可以自己生产正常的血红蛋白 这款药物在实验期间表现出非常好的安全性 而作为全球首款基因编辑药物 它的出现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 从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到应用火皮上市 仅仅用了11年时间 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事件 为未来进一步应用CRISPR疗法 治愈更多的遗传疾病打开了大门 比如今年就有一款用来专门治疗 加速性高等固醇血症的药物进入临床试验 而这款药物用到了碱基编辑技术 和传统的CRISPR Cas9系统不同 这种技术的主要目标是修改DNA中的单个碱基 就比如说把A换成G,C换成T 所以这种基因编辑的精确性更高 副作用也会相对更小 这些新一代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进展 已经引发了激烈的产业竞争 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绝对是件好事情 因为像CAS-Chevy这种药物需要将近200万美元 一般的病人根本就用不起 所以只有更多技术上的突破和产业内的竞争 才能降低成本 让更多人受益 今年第三件科学突破方向就是以毒攻毒的蚊子 如果列一张威胁人类的致命动物排行榜 蚊子肯定名列榜首 蚊子本身没有毒性 但是它们叮咬患有疾病的动物和人之后 会将病原体传染给健康的人 不同种类的蚊子会传播不同的疾病 活跃在全世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伊蚊 主要传播的就是登革热和Zik病毒 世界蚊子计划这些年就一直在研究 怎么能够阻止蚊子传播病毒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 它们发现把一种叫做沃尔巴克式的细菌 植入到埃及伊蚊的卵里 生出来的蚊子就会世代遗传这种细菌 有效地阻止登革热病毒在蚊子体内生存 科学家们发现 感染沃尔巴克式菌的雄性蚊子 和没有感染的雌蚊交配之后 所有的胚胎都会死亡 而感染这种细菌的雌性蚊子 产下的所有后代都会遗产这种细菌 所以用不了几年 这么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绝大多数的蚊子都会被这种细菌感染 大大的减少了登革热的传播 研究人员目前已经在澳大利亚 巴西 哥伦比亚 印尼和越南 这些国家的一些城市进行了测试 他们发现登革热的发病率 有了显著的降低 世界蚊子计划 今年将在巴西的一个工厂 开始大规模的培育这种抗病蚊子 他们计划在未来十年 每年生产50亿只蚊子 希望在未来能够借此保护 7000万人免受登革热和Zika病毒的侵害 今年的第四件科学突破方向 是不断进步的脑机接口技术 2023年5月 马斯克旗下的Neuralink 获得美国FDA的批准 可以开展脑机接口的人体临床研究 据马斯克介绍 Neuralink正在设计中将大脑信号 转化成为行动的设备 可以帮助盲人恢复视力 让无法移动肌肉的人能够自己行动 他们现在正在寻找合适的患者 来进行人体实验 所谓的脑机接口 就是通过在大脑中植入微小的电极 利用电流 让计算机和脑细胞产生互动 用脑的生物电信号 直接操控外部设备 这种技术已经有帮助下半身瘫痪的人 成功自由行走的案例 走路 用手拿东西 这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都是已经不能再平常的举动 而对这些长期瘫痪在床的人来说 这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巨大提升 下面我们讲第五个科学突破方向 人工器官 据世卫组织统计 全世界现在每年有20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 而器官供体的严重短缺 让全球的平均器官供需比不足1比20 2022年 美国科学家为了避免器官移植后的超级性排斥反应 对猪的心脏进行了基因编辑 随后通过手术把它移植到了人体里 虽然这名患者在手术后60天因为心脏衰竭去世 但这已经是一种移植的历史性突破 2023年 中国的科研团队在猪的身体里 成功地培育出人的中期肾脏 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把人的器官在一种体内培育的成功案例 这些研究成果已经体现了现代医疗的综合实力 很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填补上人类器官的短缺 缩短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 为全球的患者带来福音 但这些改造技术是不是符合伦理道德 会不会造成健康安全隐患呢 为了延长生命 我们到底应该使用哪些科技手段 边界又在哪里呢 医药类的重大突破说完了 下一个就轮到今年的第六件大事 月球探索计划 NASA这两年正在为返回月球做准备 2022年11月NASA完成了25天的Atmos 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今年11月份Atmos 2号将搭载4名宇航员乘坐飞船进行北七十天的绕月飞行 这也是美国50年来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NASA计划将于2025年执行Atmos 3号任务 把宇航员送上月球 这也是继阿波罗计划以来 人类再次实现宇航员登陆月球 除此之外 NASA的欧罗巴快翻也将于今年10月份启程 预计2030年到达木星的第四大卫星欧罗巴 欧罗巴的表面被一层厚厚的冰盖覆盖 厚度可能超过20公里 在这个巨大的冰壳之下 很有可能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海洋 所以欧罗巴快翻的任务就是去研究这片地下海洋 以及生命在此繁衍生机的潜力 下面几个科学的突破方向都是比较有科幻色彩的科技产物 这些东西经常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 随着科技的发展 这些产物用到的技术越来越前卫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更常见 第一个我们说无人机 俄乌战争已经快打了两年了 我相信战争一开始 估计谁也没想到 无人机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耀眼的明星 这是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空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 在战争的环境下 前线已经成为了无人机技术的试验地 参与无人机生产的200多家乌克兰公司 现在正在与前线的军事单位合作 研究增强无人机的火力和侦查能力的技术 俄罗斯最近也做出了回应 建立了自己的无人机部队 引进新式的电子干扰设备防守 同时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目标 玩这种高科技的东西自然少不了美国 美国空军计划以每架300万美元的价格 建造1000到2000架新一代无人机 以后会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 一起飞行协同作战 和先进的战斗机相比 这些无人机的成本要小得多 而且他们可以胜任各种任务 在民用方面 无人机产业在这几年也是在高速发展 无人机操作简变快速灵活 所以它的用处实在是太多了 就比如说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航空摄影 环境检测 甚至可以用它来送快递和外卖 所以今年无人机 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 都只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用的越来越多 不过武器化的无人机 也令安全专家感到担忧 这种科技产品 未来很有可能被恐怖组织 或者贩毒集团利用 现实有时候不尽人意 那我们就进虚拟世界放松一下 下一个突破方向就是进入虚拟世界的工具 VR和AR眼镜 VR眼镜大家应该都无陌生了 这是一种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技术 我们可以通过它进入一个完全虚拟的环境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感受到很真实的视觉和听觉效果 不过这种眼镜通常比较重也比较厚 使用起来有它的局限性 AR眼镜就不一样了 它的目的是增强现实 通过投影和透明显示技术 将虚拟现实中的物体和信息叠加到现实当中 和笨重的VR眼镜相比 AR眼镜更像一副太阳镜 把它插在电脑、手机或者游戏机上 眼前呈现的画面能够达到130寸 这也怪不得人调侃 在90年代都说离电视太近 对眼睛不好 现在直接把电视都怼脸上了 2023年苹果就推出了自己家首款AR眼镜 相关的词条直接连夜冲上热搜第一 扎克伯格的Meta也将在今年展示他们的AR眼镜原型 他们宣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消费电子产品 AR眼镜现在更多的用途还是停留在视觉享受 不过随着硬件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它也许有一天会完全替代手机 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说到科技产品的突破方向 怎么可能少得了人型机器人呢 2023年7月份 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的会议室 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由人型机器人参加的新闻发布会 9个人型机器人和他们的开发者一字排开 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 就在几个星期以前 马斯克突然在X上发出了一段视频 公布了特斯拉的第二代人型机器人的产品演示 这款叫做Optimus的机器人比上一代体重更轻 步行速度更快 身体控制能力更强 活动也更加自然 马斯克的目的就是让这种机器人进入特斯拉工厂 去做那些重复无聊并且危险的工作 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球上的机器人的数量总有一天会超过人类 今年十大科学突破方向压轴的依然是人工智能 2023年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爆发元年 Chad GPT为人工智能起了个好头 这种简单的聊天机器人也将在今年进入多模态时代 Open AI的GPT系统将从现在的四代进化到GPT5 谷歌将推出Gemini Ultra 亚马逊也在训练数万亿参数的大模型 而这些新的大模型都是多模态的 像Chad GPT这种聊天机器人以后不仅仅可以用文字回答 而且还可以完成看图说话 图像和视频生成 各种人工智能模型在每个行业都会有广泛的应用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无人机和AR眼镜都离不开人工智能 特斯拉马上推出的全自动驾驶 也是依靠人工智能通过分析传感器数据和实施路况 帮助车辆做出智能的驾驶决定 不过AI模型再厉害 没有芯片和算力那都是白搭 全球的数据爆炸和模型建设都需要计算能力的大进步 今年年初 研究人员将启动欧洲首台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用来创建人类心脏和大脑的数字模型 并且会对地球气候进行高分辨率模拟 美国的科研人员也会在今年 启用两台百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汇制大脑的神经回路图和模拟核武器爆炸的影响 这些超级计算机听着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关系 但我们日常用的手机和电脑里的芯片的算力也都会有所提高 今年新一代的GPU和CPU都会着重提高AI的运算能力 市场研究机构IDC最新的研究就显示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和高效能运算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AI芯片将会供不应求 他们预计今年半导体市场销售额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 AI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和在各个领域的长期植入 让它的安全性引起了更多的重视 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10月份签署了首份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 欧盟更是在一个月以前通过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监管法案 成为第一个立法监管人工智能的主要经济体 这也将为全球范围的AI监管与合作起重要作用 以上就是今年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科学突破方向 随着这么多年学术和实践的积累 很多技术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 所以2024年注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年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